马尔谷福音第六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了他来 到了安息日 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了就惊讶说 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 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 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伯 若瑟 尤达 西满的兄弟吗 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 本族和本家外 是没有不受尊敬的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 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副手 治好了他们 他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 所以周游四周各村施教去了 耶稣叫来十二门徒 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主妇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 却要穿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进了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 或不听从你们 你们就从那里出去 扶去你们脚下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去宣讲 使人悔改 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给许多病人敷游 治好了他们 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 黑洛德王也听到了 有人说 喜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 为此这些奇能 才在他身上运行 但也有人说 他是厄里亚 更有人说 他是先知 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 黑洛德听了 却说 是我所斩首的若翰 复活了 原来这个黑洛德 为了他兄弟斐里伯的妻子 黑洛迪亚的缘故 因为他娶了他为妻 曾潜然逮捕了若翰 把他压在街里 因为若翰曾给黑洛德说 你不可占有你的兄弟的妻子 黑洛迪亚便怀恨他 愿意杀害他 只是不能 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 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 曾保全了他 几时听他讲道 就甚觉困惑 但仍乐意听他 好机会的日子到了 当黑洛德在自己的生日上 为自己的重要官员 军官和加里雷亚的险要 射了沿袭的时候 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便进来跳舞 获得了黑洛德和同袭人的欢心 王便对女孩子说 哈哈 你要什么 向我求吧 我必赐给你 又对他发誓说 无论你求我什么 就是我王国的一半 我也必定给你 哈哈哈哈 他便出去问他的母亲说 我该求什么 他母亲答说 习者若汉的头 他便立刻进去 到王面前要求说 我要你立刻把习者若汉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遂十分忧郁 但为了誓言和同袭的人 不愿对他誓言 王遂及差遣卫兵 吩咐把若汉的头送来 卫兵便去 在街里斩了若汉的头 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 交给了那女孩子 那女孩子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 若汉的门徒听说了 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 把他安葬在坟墓里 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 将他们所做所交的一切 都报告给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 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 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 他们便乘船 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 人看见他们走了 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 便从各城徒步 一起往那里奔走 且在他们已先到了 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且时间已经很晚了 轻易遣散他们 好叫他们往四周填设村庄去 各自买东西吃 耶稣却回答说 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向他说 我们去买两百块银钱的饼 给他们吃吗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去看看 他们一知道了就说 五个饼两条鱼 于是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伙一伙地 坐在青草地上 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 或一百人 或五十人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 和那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 祝福了 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 把两条鱼 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人就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筐 还有鱼的碎块 吃饼的 男人就有五千 耶稣 耶稣即刻催破门徒们上船 先到那边贝特塞达去 这期间 他遣散了群众 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 便往山上祈祷去了 到了夜晚 船已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陆地上 他看见门徒 艰苦地在摇拢 他们正遇着逆风 约夜间四更十分 耶稣步行海面 朝着他们走来 有意越过他们 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 以为是个妖怪 就都惊叫起来 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 所以都惊慌不已 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 向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停了 他们心中越发惊奇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关于曾丙的事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他们渡到了陆地 来到格乃撒勒 就靠了岸 他们刚一下船 人立刻认出他来 便跑遍那全地狱 开始用床 把有病的人 抬到听说 耶稣所在的地方去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 或村庄 或城市 或乡间 人都把患病的人 放在街道上 求耶稣 容许他们 至少 摸摸他的衣边 反摸到他的 就都痊愈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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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